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版社是远流 也就是在2024年的5月刚刚的上架的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我早先已经做过了一个线上读书会 线上读书会大概也蛮多人的来参与 而且非常的热烈 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也请几位有书的朋友担任领读人 领坛人领着大家一起去聊这本书 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本书 所以参加一下线上读书会 因为听说这本书目前很多人的推荐 但那个推荐不是说它是非常的厉害 卖得很好 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是这本书有一个魅力 就是说这本书 很多人看一本书不是就分好几天看吗 甚至你一个月搞不好一本书还没看完 对不对 这本书有个魔力 就从你第一页开始的时候就往下 一路会想办法一天两天之内连续的把它看完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追剧的感觉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大家很多人会这样子的去看这本书 主要这本书 其实你把它当作一本小说去看 你把它当作Netfest 你在追剧去看 那它确实会让你很快速的想要往下看 因为里面有铺了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梗 会让你想要去了解这个故事中的主角 主角应该叫安德烈 到底这个主角安德烈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真实故事的 我相信有点改编 那我去问了一下 这个确实是作者的朋友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不意外 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 然后到了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泰国 然后有一点类似 泰国其实有那种短期出家 短期修行的类似这种program 他的内容主要在讲这个 这个有一个叫做公司的高阶主管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创办人老板 那他呢 就是平常就非常的忙碌 因为一家公司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然后这个 而且他也有 他本身家里有管家 然后在公司有秘书 有一天呢 他这个秘书呢 就告诉他说 老板啊 你应该休假一下哦 所以呢 公司帮你安排了一趟 这个休闲的这个旅程 那一般大家想说 哇 那个就是度假旅程嘛 也不错啊 那就好好地放自己 这个两个礼拜的假期 所以呢 这一位呢 安德烈先生呢 他就休假去了 那休假呢 他知道他的地方 他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啦 那你也知道 有时候就是比如说 这个生意人嘛 要坐这个商务舱 甚至偷诊舱 这个到 这个飞机人是坐得很豪华 那到当地呢 也住了一个叫五星 甚至六星级的这个饭店 那想象中 他到泰国是一种这个度假的旅程 就没想到呢 这一路走来呢 从坐飞机开始 一路落地之后呢 就发现 哎 状况不太对 那越来越多的状况 他觉得浑身不自在 因为完全脱离了 他这个本身 他自己的这个叫做生意人的这个世界 那后来他 甚至于在泰国 他可以 他可以吃一点苦 我想任何一个创业的人 你说吃不了苦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吃得了苦 他才有办法 这个得到一个成功创业的结果 那吃苦没有问题 可是他那边就很焦虑 那我原本在这个 自己国内的这些工作 有没有安排好 这客户会不会跑掉 这两个礼拜没有我公司 会不会倒掉 所以就一路一直要跟他的秘书联络 然后这联络的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的 他就融入到什么 连他到这个 这个叫做他要去 让他度假修行的这个寺院 这中间的路途都非常折磨他 那等到到这个寺院之后 他又发现这件事情 天哪 这边根本没有 这个我们的5G讯号 你的手机根本没有网路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不要讲修行 我们现在请你把你手机放在旁边 或者说手机给你 但是没有网路 你就焦虑的不得了 你的LINE不能收 你的脸书 你的IG 你的email不能收 你也看不到 现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 他就被 就自己到了这个地方去 然后呢 这个吃饭呢 叫做 一天就一餐 各位如果知道 佛教的一些 规矩的话 有一些僧人 他是严守的这个过午不时 那你说过午不时 那就早餐 早午餐吃饱一点 各位你知道 这个僧人在那边 修行 早午餐吃什么 你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各位有听过 拖波这件事情吗 那个波啊 就是一个 一个圆圆的 那个波其实真的出去 你不能说他是乞讨 因为在泰国呢 泰国一般民众 对僧人非常的敬重 所以僧人如果出来拿那个波 在台湾你看到比较多是 有点像是那种在市场 或接那个路口 会有一个僧人 这个拿着一个波 那上面可能就请你赞助 但是你绝对不会去拿一个 预饭团丢进去吧 你就算是数十预饭团 你也不会这样丢吧 可是在泰国的时候 那个波其实它重点不是 要你给他钱 你给他钱 他僧人 他回去到山上 他也没东西可以买 所以其实是一般 民众呢 这个布施 他自己的这个食物 这个僧人可以吃的食物给他 那放他的波里面 那个波带回去 就是他今天的食物了 所以很多 如果你不是佛教徒 你可能不晓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戒律或修行的方式 那在泰国是这个样子 你叫一个大老板 你去到泰国 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洗礼 因为这其实这本书 非常 其实还蛮叫做小说话 那这个小说话 我就不太适合 讲太多跟大家 所以我今天决定 用这个时事快递 用一个短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我在线上读书会 我们有分享很多 这本书 其实我们跟几个好朋友的讨论 是其实不怕你剧透 因为就算我跟你讲的结果 你在翻书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会很想赶快往下看 他到底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然后这本书 真正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要从他的第六章 我印象中 我确认一下 从他的第六章开始讲起 因为一般我们在 到一到六章 其实都是一些谱成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 这个富豪 他平常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他有什么样的习性 然后他对于财务 对于很多世俗之间的东西的观感 我觉得 其实也我现在看厚度 我现在就把书翻出来厚度 其实也差不多 接近于故事的铺陈 这个stage one 就是我们讲 故事三幕剧的第一幕铺陈 我觉得其实是 是差不多那个铺陈的 的这个长度跟强度 那我觉得为什么 他花这么多时间 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生人 这个富豪遇到生人之后的 转折点几乎都是从 差不多从第七章开始 才会有一些转折 我觉得前面 其实是要让你知道 其实那个富豪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其实 我们虽然不见得很有钱 不是每个人都是富豪 可是我们的行为 其实都很富豪 不是吗 就是我们对物质的要求 对生活的欲望 然后包括我最近 还被我老婆念说 不要东西 不要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 不要再买了 因为有些东西买进来 会放着没用 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 我们生活中 我也是一个世俗之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像一般生人一样 过那么简易的生活 可是那个简易的生活 并不是要来荼毒自己 这本书从第七章开始 哇 各种的转折 我真的觉得太棒 这里面有跟情绪管理有关的 跟你人生需要有关系的 跟你的习惯有关系的 甚至于跟这个生命的 这个叫做看法有关系的 或者是说跟你的人生的很多的行为动机有关系 然后以至于到最后你对整个人生的计划 是什么样的想法 那最后他会讲到这个 有一点比较近到宗教的部分 就是谈到这个灵魂这件事情 灵魂跟人生的任务 那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信仰 或什么样的宗教 你都适合来看一看 因为各位还记得吗 跟这本书 书名有点像的 就是说当和尚遇上钻石 那当和尚遇到钻石 这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呢 跟当富豪遇上僧侣 其实有点不一样 我直接跟他讲 因为我在读书会有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 甚至还有一本书叫我可能错了 其实这三本书呢 可能大家觉得都很像 都很像是 因为这里面都牵扯到宗教 然后短期出家 然后或者是说 对人世间的一些看法 但是当和尚遇到钻石 这本书其实他主要是 这位和尚是真和尚 是有一天他的师父跟他讲说 你还书吧 你去开公司 他把这个在出家人所受的训练 带到世俗上 带到商业问题的运用上 去解决商业问题 所以其实这本书获得很大回想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位已经出过家的 已经也算是悟透一些道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僧侣 他还俗之后 去面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尤其是商业的事情 他整理出了46条法则 来告诉你怎么去面对 这个面对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种入世的做法 什么叫入世 就是进入人世间 所以你就带着一个修行的心态 进入到人世间 去面对人世间 做的问题 不过当富豪遇上生女 这本书刚好相反 他是把富豪的 就是原本在世界上的人 经过这张机票之后 到泰国的庙宇里面 他是属于一种出世的做法 出去的世界的事 就是离开这个人世间 你把原本世俗的富豪经到 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后 他看到什么 所以其实这两本书刚好互补 没有哪一本书比较好看 或者是哪一本书写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两本书写的 做法是不一样 思维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你先带着修行 来到人世间 用修行的方法来看人世间 各种的世界 世界的运作 其实是可行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会去出家 甚至换个角度来讲 你也不会是 就是基督徒 你也不一定完全是 一定是牧师 在这个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还是在人世间 所以当和尚 遇到钻石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今天用一些宗教的观点 来看人世间的事情 可是当富豪遇上僧侣的时候 就倒过来 就我这个富豪 他如果说离开这个人世 离开这个世俗凡世间之后 离开网络之后 离开公司之后 他的内心得到什么冲击 其实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不快乐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自己那么有钱 可是他并没有办法开心的笑 当他落地到泰国之后 为什么看到很多人 他穿的也很不怎么样 可能一看起来就知道很穷 为什么他们笑得那么的开心 开心跟快乐 才是这人世间最重要 最宝贵的资产 而不是你的账户有多少钱 而不是你住多大的豪宅 开多好的名册 所以这个富豪 其实这个富豪 虽然讲的是富豪 他讲的其实前面四分之一的讲 一到六章 其实在形容的就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其实就是这么样一个内心 然后其实我们就不断的 不断的在追求我们自己 想要追求的目标 物欲之类的 不过当富豪遇上生女之后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我会推荐给大家 是因为如果你今天觉得 你的生活不快乐 不管你有没有钱 其实重点是你不快乐 或者是说你快乐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更快乐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快乐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书里面有几句 这个我特别highlight出来 特别条列出来的几句话 不涉及剧情 所以我把这几句话 简单的挑几句重点来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讲到情绪 他说 拥抱自己的烦恼 秘诀就在于去体会 去意识 所有会让你情绪化或激动的事物 接受他们 顺应他们 这里面其实在谈到的意思就是说 情绪这件事情 其实都会有 那也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经常说 就忘了他吧 假装他不存在 其实这里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书里面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引导 是你必须接受他 你必须告诉他存在 你的情绪就存在 我现在很生气 我就要面对这个生气 然后我要去接受这个生气 然后顺应这个生气 而不是说假装没有看到这个生气 假装没有看到这个难过 以为就不生气不难过 这跟情绪有关 然后跟需要有关 有一句话 就很简单的 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 所以这个在很多的理财的观念 也会区分为needs跟want 你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它 那这个其实 想要跟需要就很重要了 因为它就会让你人生的物质物欲降低 然后就比较容易满足 所以知足常乐 如果你不快乐 你是不是忘记了知足常乐 这简单的这四个字呢 还有一句话是 我认为这种舍真是幸福生活的根基 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不断思考 问自己 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 我们不但会更加满足 更幸福也会大大减少贫困 有没有 是不是知足常乐 好 然后我再挑两句好了 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 习惯这个原则也是很轻盈的枷锁 以至于不会被注意到 直到它变得越来越重 最后难以挣脱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知道原子习惯这件事情 那原子习惯是鼓励你 创建好的习惯 那这句话其实在跟你讲一些 假设你有些不好的习惯 它其实你没有看到它 但是它会变成你的枷锁 最后难以挣脱 还有一句话 最后再分享一句 如果你无私的行为 是出于崇高的动机 你最后就会得到善果 尽管如此 你还是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想想看你过去的决定 是如何影响到你的生活 简单来讲 我们所有的决定 就算我们是无私的 我们是为了 不是为了自己的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一定还是有人 不管是被伤害也好 或者是说他不了解你也好 所以你要去知道 所有事情就像同版 有正面一定都有反面 所以你觉得你做的 很好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人觉得你做的不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让大家反思很多人生的小细节 这些小细节包含是坏习惯 包含情绪 包含你自己如何影响别人的生活 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他都用故事来告诉你 这本书我其实最喜欢的 就是用了故事 然后使用故事的方法 来跟你分享 所以我对这本书的一个 简单的comment 或者是下一个 如果下一个大的标题的话 叫做外在的享有 与内心的丰盛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我自己的领受里面 有七大领受 分别是面对情绪 确认需求 尊重生命 养成习惯 伤害察觉 伤害觉察 顺其自然 灵魂领悟 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七大的感受 但每个人看的时候 我发现感受都不一样 那这一集十字快递 就跟各位快递这本书 当富豪遇上僧侣 远流出版社出的这本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去把这本书找来看看 记得前面故事很好看 但是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为后面的第七章开始 才是这个故事 才是让你人生 转折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 好 这一集十字快递就做到这里 东南西北 只方向找故事 真人生 直北真与你一起 美好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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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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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